大家好,欢迎收看树格超能力,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标志性世界演员这个奖项一直被视为世界上享有名誉的重大奖项之一, 而曾经获得过这个奖项的人都在演艺界有着极高的声望和名气, 最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技巧和不俗的实力, 以惊人的演技征服了世界的观众, 而最近有媒体爆料称,迪丽热巴入选了标志性世界演员提名奖项, 一时之间也引来了不少网友为之庆贺, 但因为这些年来,迪丽热巴所获得的每一样奖项都有人评论称, 因为迪丽热巴有后台,奖项剩谁这才获得, 今天他们还这么说吗,入围标志性世界演员提名奖项, 近日在印度的第八届国际标志性世界最佳女演员提名中, 迪丽热巴成功入围,获得了这一享誉世界的重大奖项, 据说这也是中国唯一入选的女演员, 这个奖项只有成龙大哥获得过, 所以这个奖项含金量之高,获奖之难度巨大, 能够获得这个奖项的人一定是有着真菜之鞋的, 这些年来,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迪丽热巴已经是享誉海内外了, 在国外迪丽热巴也有着不菲的名气, 早在21年就曾经获得过国际世界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奖项, 足以见得在海外迪丽热巴的影响度, 而成功入选标志性世界演员提名奖项, 也成功打破了这些年来对迪丽热巴的流言蜚语, 近些年来迪丽热巴凭借着自己甜美的长相和出色的演技, 总是能够招来众多粉丝的热爱和支持, 但是也难免有一些有心之人针对迪丽热巴加以攻击, 很久之前就曾经因为迪丽热巴获得某一项奖项, 而出现众多网友大吐酸水, 表示奖项是剩的水分,有水分, 迪丽热巴有后台,不然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奖项, 这样的流言蜚语虽然无伤大雅, 但是日积月累,三人成虎也总会对迪丽热巴的事业带来一定的影响, 这样的社会舆论经常会在有心人的发酵之下愈演愈烈, 对于迪丽热巴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而这一次所获得的标志性事件, 演员奖也是成功地打破了这些流言蜚语, 因为既往开来也只有成龙大哥曾经获得过如此殊荣了, 这难道不是对于实力的肯定吗? 迪丽热巴曾经在某一次采访之中公开表示过, 未来是很长的,我们只会变得更强, 由此可见他做到了,他真的走上了演艺事业的巅峰, 我想这样的奖项没有人再敢在下面评论说, 这是剩了水的吧,能歌善无的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教育, 早在九岁的时候就曾经在国际艺术学院考舞蹈, 纵使曾经成为了新疆歌舞台的表演成员, 而后取得过多项歌唱比赛大将, 从小就展露了惊人的天赋, 迪丽热巴的成功也是吸引了陆川导演的注意, 而后成功参演陆川的电影《王的盛宴》, 凭借着其中的角色,一举吸引了众多粉丝的支持, 也正是因为这一部电影迪丽热巴正式进入了娱乐圈, 而年纪轻轻的他还未曾想到如今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吧, 这些年来迪丽热巴在演艺事业上不断地前进, 拍摄过多部的影视作品, 例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克拉电人》、《一千零一夜》、 《解忧杂货店》等等诸多影视作品, 他每拿到一个角色之后, 总会将自己带入其中, 以极为精湛的演技去体现人物内心深处的灵魂, 而这样的演技也给了观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对于这样精湛的实力也是让人欲罢不能,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过迪丽热巴, 说她懂得如何表演, 更懂得做人, 懂得感恩, 足以见的无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 迪丽热巴都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孩, 她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和毅力, 总是能够克服重重困难, 取得成功, 不光如此, 迪丽热巴还曾经多次登上春晚的舞台, 曾经在2021年的春节莲花晚会上表演歌曲《奔跑的青春》, 又曾经担任了春节莲花晚会的春晚代言人, 她甜美的歌声和可爱的模样, 也是吸引了中毒的粉丝, 对于她的大力支持和关爱, 为梦想, 为公益, 这些年来在事业上不断取得进步的迪丽热巴, 也从未忘记回馈于社会, 回馈于祖国, 早在2012年, 迪丽热巴就曾经独自一人前往新疆的一处福利院, 看望当地的儿童, 由此可见, 她真的是一个有爱心的女孩, 也正是因为她关怀社会, 心系祖国的心才能够取得如此, 今天巨大的成就吧, 不仅如此, 而13年, 迪丽热巴就曾经向灾区争过款, 而后一年又呼吁为留守儿童家餐, 奉献力量, 这些年来, 在公益上, 迪丽热巴可谓是极其低调, 还曾经参加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曾经多次出面, 在公众面前表示一定要守望和平, 相互帮助, 为公益, 为人民。 迪丽热巴还曾经担任过爱心大使, 又担任过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区青山大使, 曾经她也因为与其合作的加班纳品牌方, 又不断言论宣布解约, 表明祖国不容侵犯高于一切的决心, 试问这样一个有爱心又一心为国的好演员, 怎么能不受观众的喜爱和支持呢? 迪丽热巴无论是社会活动还是个人实力, 都做到了尽善尽美, 她一方面心系社会, 回报祖国, 一方面又在演艺事业上加大前进的脚步, 而如今获得这一项世界标志性演员提名奖项, 更是给她的未来演艺事业一个极大的肯定,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胸怀, 才让她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吧。 众多网友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福, 希望迪丽热巴可以在未来顺风顺水, 一帆风顺, 我们也希望这个女孩在以后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实力, 带给我们更多的幻乐记忆, 也希望迪丽热巴可以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回馈于社会, 回馈于祖国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